随着时代的进步 中国的发展像开了挂一样飞速发展 中国在发展自身的同时 没有忘记帮一些那些需要帮助的贫困国家 比如说非洲 就有很多中国小伙子去到非洲干事业 有16万中国人都不愿意回来了 这是为什么呢 定居当地的人说出了实情 首先在非洲工作机遇多收入高 大家知道非洲人是很懒的 中国人是出了名的勤奋 中国小伙子在非洲干上几年 就可以累积一定的资本 自己当地小老板 这在国内是很难的 非洲的劳动力十分廉价 这意味着可以获取更多的利润 中国小伙子就表示 在非洲干一年比在中国干三年还多 所以他们当然就不想回到中国了 其次中国人在非洲会得到非洲人的尊敬 地位比较高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比较好找老婆了 不需要天价彩礼就可以将老婆娶回家 现在很多在非洲的中国人 真的比在中国的大多数人要过得好 没有什么竞争压力 也不用为了房价生活 过得焦头烂额 只要肯努力拼搏就可以干出一番事业 难怪不想回来了 对此你们怎么看呢 欢迎留言评论 好了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 喜欢的朋友请点击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